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来观战吧 小迪老师,空军,空军由拆,咒术,魔术,修机速度非常快 但是这个阵容,想要去突破鱼女 他得溜穿啊 这个阵容就是,你但凡不能溜穿,鱼女保平真身 这修机速度再快,你这救人成个大问题啊 救人成个大问题,这个救人非常的不稳定啊 就空军一把枪,这空军一把枪,你万一位置上面不好 被鱼女挡住也不太好说 那只能看这边,这个游差能不能一搏六船了 这里的话,卡一个视野往回走 好的,再一个翻拖 水汽的话,两波水汽包已经80多了 这边贴边走,你往前走一点还得蹭一下吧 哎,蹭不到,那还行吧,这边狗咬住 丢一个叉,这个叉如果收到了,直接伤害造成 这边的话有没有飞轮,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双弹,没有飞轮 没有飞轮,这边堵住打一刀 可以的,很舒服对于你来讲 我这边闪现还捏在手里面 我这边下一个CD好了,丢叉把你封了 对吧,直接伤害就造成了 你这边走不了的,这个游差真走不了 我水汽伤害补出来可以 我这边平地打你刀也可以 都可以,没飞轮呢 整个击倒节奏的话,一分半钟 就这个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趋向于平局的一个局 因为球者修机速度快,前击牵制的时间也不短 然后有把空军的枪可以稳定救人 就是第一波的一个节奏 鱼女可能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那么等到第二波呢,差不多机子就快好了 机子好了呢,甚至还有可能四人开门战 当然我觉得这个四人开门战难度有点高 毕竟是路人局,漂亮,这波水汽补的 小弟老师这边稳定加了把枪 但是因为鱼女手力有闪现 所以说这个游差是走不掉的,没博命 那他们这把的博命是魔术师带的吧 魔术师最后再来救一波 可以,这把枪相当于一个博命 先给到队友支持 咒术师这边续出一个孤 但这边是个非常大的水汽啊 这个水汽范围 感觉走出去 走出去都不太好走 还把中间的魔术咒术全给包了个大水 这咒术师都压根不敢靠过来 二寡魔术师救人 我们算了密码机啊,算了密码机 先密码机的话是肯定不够的 多少密码机被压住啊 就是一个三人开门战 然后鱼女保平真剩吧 我觉得 因为这波中间的这个水汽包的非常的舒服 以至于这边机子真的修不了 打架打架打不了 让这边的魔术师救一波 即便有博命 我觉得时间上面来讲也不是特别够 也不是特别够 他最好其实中场这边的话 把这个咒术师的密码机给封了 转圈 刀下来 打一刀 好的 那机子还是不够 那机子还是不够 这个机子不够 魔术师补 咒术师想打架 这是一个满血咒术 手里捏着一个半的锅 打到是确实可以打一打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邮差得回头了 对 回头找宗树 你宗树姐姐来救你了 交一个小姑 马机的话 这边 看一下 魔术师这边主要踩的水汽 刚才 不是特别好 把这个机子修完 现在才开始修 不太来得及啊 这边二截雨女 一个水汽收 好的 宗树师这边要倒地 飞轮躲掉 nice 那我就这样了 这波闪现 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交 一定要将这边的 那个 咒术击倒的 如果不击倒 这个局可能就真的 拖出一个四轮camp战 这样的话 逼出闪现以后呢 雨女这边 真摄的面就小很多了 可以可以 这把咒术师的 这个作用 其实还是起到了 还是起到了 咒术师手里捏着三层锅 雨女的话 这边更多的 应该先管门 对对对对 两边打的都很不错啊 这个局两边把自己的上限都发挥出来了 就雨女该打的打到了 然后球者这边该做的也做了 只是呢 这套阵容 我上来给他讲的 非常趋向于一个品举 想这样 身边被包住 走不了了 这位置一定走不了 这位置 怎么的 那边开门跳地窖啊 这 外打 这个安逸加速了 这 千算万算 少算了一楼 第一球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